韩国媒体注意到 近日美军侦察机接连飞临朝鲜弹岛上空 紧盯朝鲜动向 尤其受到关注的是 美国全球英高空无人侦察机 5日在朝鲜弹岛军事分界线一带 对朝鲜进行了涨时间的监视 韩联社则认为 有外媒猜测朝鲜正在准备阅兵 全球英随即在朝鲜弹岛上空现身 可能意在掌握朝方动向 美国研究朝鲜问题的 北纬38度网站2日称 卫星图片显示平壤美林机场附近 有军队聚集的动向 推测朝鲜可能再为阅兵进行台练